她們把她們喜歡化成 Soya AKS上最棒的女朋友 蘇瑄好久不見喔 這次的疫情 一整兩年都沒有回家 Hello 大家好 我是Soya 今天是非常臨時來決定 拍這支影片 呃 如果你聽得出來 我其實剛哭完 其實我今天的心情是非常的糟糕 就是可能是因為我來越近 再加上我可能壓抑了很多情緒吧 在我的心底 然後我今天就決定大掃除我的房間 我也大掃除完 就很像我的心裡也被大掃除一樣 我就整個大釋放 然後我就趁底大步在的時候 我就哇哇大哭 很難看的那一種 本來今天是要拍另外一支影片 可是那個要花比較多的心力 但是我真的太沒有心情 去拍比較娛樂大家的影片 哇 我這麼說話多會想哭 我先去拿T恤準備一下 那到底是什麼情緒 壓抑在我心裡很久 我覺得有很多啦 第一就是我想加啦 然後就是 我最近不太喜歡我自己拍的影片啦 覺得自己很失敗的感覺 就是連我自己都不喜好 為什麼 還要求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其實我特別喜歡我早期拍的影片喔 可能都是因為我自己一刀一刀剪的 所以我跟那些影片就很有愛很有感情 然後如果我要進步的話 我必須要過張我的團隊嘛 所以我就會有剪輯師啦 也不是想剪輯師剪到不好還是什麼 就是只要不是我自己剪的 我就覺得 我也不知道怎麼就是 會有一種失落感 OK我確定是因為剛剛我已經 就是我一直哭一直哭啊 所以我的眼淚是現在很容易出來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講這個畫面 我們這次來收集一下 這支影片可以收集 多少 立雲吞 OK 我覺得做這個喔 最難的就是 心態的調整啊 當然也有包括 非數據綁架這件事情 無心中用數字來定義我們自己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需要調整的 好 我沒有想到這支影片是這樣子的開頭 那我今天最後決定要拍這支影片是 我想要提醒我自己是 很有價值的一個人 也一定有很多人很喜歡你 只是你有時候 你麻木啦 你沒有感覺到 可是現在咧 他們 把他們喜歡畫成 其實這五周年是 聽起來好像很長 但其實我很認真很認真經營是 應該只是兩年半吧 大概是這樣子的時間 那剩下兩年半就是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決定開這個YouTube頻道 嗯 我開始記錄了我的生活 可是就是很零碎的 可能一個月一步啊之類的 應該是9月14號開始的 那時候是我的第一個VLOG 從Malaysia飛來台灣的VLOG 然後我記錄我的整個過程 但是呢 很遺憾的因為某些 很讓我後悔的事情發生了 反正就是一些私人事情 讓我刪掉了那些影片啦 所以你現在看不到啦 我那時候真的 長得蠻不一樣的 我戴的是黑色的眼睛 我很愛那個眼睛喔 之前我戴了三年 然後我一直覺得 那個眼睛賦予我一個 一個靈魂 儘管很多Auntie講 我戴那個戴到很look 可是我還是很喜歡 認真經營前其實有好幾部作品 是我都很喜歡的 像跟阿田的那個 岩屎攻略啦 盜帶遊戲啦 還有那個 罵髒話啊 那些其實都是 不是最認真經營的時候 然後我還記得罵髒話那一部是 破了一萬訂閱 那時候我一萬訂閱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開心到飛起來 就覺得一萬多人耶 有病啊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怎麼樣 但是我是很懷念以前的我的 也不是很討厭現在的我 就是換了一個方式 但我真的不那麼喜歡最近的影片 硬硬要扮成以前的我 可能就會覺得很可疑 為什麼會這樣啊 可能做到一個程度 一定會有這樣的心情吧 那我們就來 開我的羊粉們 寄過來給我的信啦 我其實很期待 這個是來自 海中的羊粉 欸太美了勒 今天還是蔚藍色 因為我在我的post那邊有寫 歡迎你們大家寫信告訴我 今天還是什麼顏色 有人得到我嗎 啊 哈哈哈哈 噔噔噔 噢很用心耶 噢你喜歡鬼故事 我覺得會欣賞鬼故事的人都是 都是好人 不過我們都知道 說要也是有很多感性面的 有 愚人節懷孕 或者是看超強的影片 有時看所有的淚也好想去安慰你 那你看這支影片一定是要安慰我 這個很不像我咧 最喜歡的影片應該是DNA那支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最喜歡DNA那支 那支不會很無聊咧 謝謝你陳童恩 這個是 屏東的朋友 喔這個有開過老師 因為我經濟人要先check check裡面有沒有炸彈 因為如果有炸彈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給我 他們就要先拆炸彈 欸 等一下為什麼你用是 你用線條紙 小朋友你在教作文嗎 太長咯 你看大家都很接我的 跟他講今天的海是粉色的 喔他是馬來西亞人欸 什麼叫馬來西亞人 他是馬來西亞人欸 他從喬大就知道我了 哈哈哈哈 啊他好笑喔 他講我那時候在 唱歌比賽的舞台 那時候我們在喬大的時候 他講一開口他就記得我了 然後他講真的很喜歡我的聲音 他講很輕量酥脆 然後還括號餅乾 然後他講很像夏日的一股清流 升值我心裡 哈哈哈哈 他講他去年看我 就是講我講我很想加這支影片 然後就扁看扁酷 你這段寫得很感人 你知道嗎 你知道有很多個晚上 我就是在床上覺得 不然我明天就買一張機票飛回家 就是我真的可以 就像他寫的那樣 就是台灣朋友都不懂他 想要奮不顧身回家 和家人一起度過難關的心情 家人每天活在恐懼和不安中 我又何能何能 獨自留在台灣過安逸的日子 然後反正我的影片 就很像一雙大手緊緊抱住他 我現在在講 沒關係我懂你 完蛋了啦 有沒有想到我會哭到這樣慘欸 謝謝李師勇 香港 他很早就知道我了唄 他在鐵毒鼻怪的時候就有看到我了 覺得你有強迫症 但同時有著一股同年紀人的偷善感 這什麼意思 什麼是偷善感 偷懶加懶散嗎 幸好你不是一個人真的很喜歡你們這圈子的朋友會互相客串 我也很感恩有這群朋友可以一起拍影片 最喜歡的影片 語言系列都好讚 第二喜歡就是你邊拍邊再唠叨的剪輯風格 真的假的 喔 他叫做Day 下次我回香港 我們要再給他吃秀麥 再來是來自高雄的朋友 這是什麼啊 這是一個妃子 哇 欸等一下 字很長喔 可是這後面是什麼東西 他叫我的影片很適合在心情不好的收看 喔他是因為那個台灣流行歌唱成大馬式中文注意到我的 他叫你的影片有一種馬來士加索亞式幽默 這就是你的獨特風格 我就是喜歡你這樣的風格 而且一直以來始終如一 這也是你的優點 所以在他的眼裡我的影片封的是始終如一 啊 他很喜歡我跟阿天拍青梅竹馬的情侶系列 謝謝你 miss 魚 很用心耶 很多字耶 交報告一樣 香港 蜜桶 啊很可愛耶 他這裡畫了我的youtube的首頁 下次姐姐去香港請你吃燒賣好嗎 高雄 哇 等一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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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為什麼要寫祝音 五 五 九 年 快 樂 你看我會念祝音 等一下這個也太用心了咧 它是割出來 剪出來是有層次的耶 它不是一張紙而已耶 你看它連眼睛 嘴巴也是另外割的耶 Oh my god 而且它是一個橡架耶 Woo 我很喜歡喔 欸 這裡還有它的信封 謝謝一文 我要瘋掉了 我這個東西 我真的要瘋掉了 放在哪裡咧 放在我的床邊好不好 哎呀 可是我怕蠟燭燒到它 還是我放這裡 台北市 我有時候會在IG分享一些 可能比較 娛樂性質比較低的東西 可是會講一些我的真實看法啦 像 叫大家不要相信這個社會給你的 這些信念啊 這種東西 可是我都會覺得 蛤 我其實這種東西有人看嗎 就是看到 因為有人其實會 懂我在講什麼 然後很有體會 我覺得真的很感動 謝謝Yin 再來我很期待的是這一個 Firmulation 它叫做Emily 它有在IG跟我聊過天 等一下 So cute 阿田 阿田 很可愛啊 後面換了一堆草尼媽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鐵魂 哈哈 你總是能想到一些別人想不到的題材 收集眼淚 用雄釘水果 零剪輯 零剪輯 出處都是驚喜 完蛋了 我最近沒有什麼驚喜了咧 喔 它講我是一個完全可以讓它笑風的人 謝謝你Emily 它講拍完五週年影片之前不能開 那個完應該是寫多了吧 應該是拍五週年 影片之前不能 我開囉 我開囉 WOW 這有公司機器人寫的啦 謝謝你們 他們講他們最好一部影片給我 我要現在看嗎 還是我先看完他們的信封 等我等我 雲林的 WOW 等一下它是四個讚嗎 本來想做一個爆炸卡片 但似乎有點失敗 說不定就要台北已經整個爛掉 王小明 王大頭 這是兩個人嗎 Thank you 有人可以告訴我這四個租營是什麼嗎 這個是 香港的 什麼快點結婚 幸福的是你和英日漢 謝謝你Jazz 接下來這些呢是 他們沒有辦法寄過來 就只可以用電子的 就打印出來 就打印出來 很可愛捏 畫我 很可愛 喔 這個是馬來西亞的 很可愛喔 他講話很馬來西亞喔 阿嘎是從你還帶著黑框的時候 開始注意你 他放了一堆我的照片 So cute 還有那個耶 殭屍的照片你看 哇 等一下這個是 也來教作業的 喔 他講我給他的感覺 是一個內外都美麗的女生 謝謝你 香港的媽媽 他講他因為我的影片做了很多事情 像他去配合一副金色的眼睛 哈哈 我扮好少女啊 哈哈 喔 等一下我廣東還要來了 真的好多謝你寫了 這麼多東西給我 給我知道 我的片是 很有影響力的 我一定會努力 做更多片 給你們 投離 現實 謝謝大家的來信 被愛包圍的感覺喔 現在 我現在要來看 最後一部影片 等一下 20分鐘 有病 有病 恭喜Soya頻道 五週年生日快樂 從認識Soya到現在 也經過一年多了 一年當中 我們度過很多 大大小小不同的時刻 也一一順利的通過 然後也再次恭喜Soya 你的臉變小喔 可憐 嗨 Soya 我是Doris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一起吃過一次飯 祝福你的頻道 五週年快樂 Soya 祝你到五週年快樂 Soya 五週年快樂 希望你下一個五週年 下下一個五週年 都跟我們一起度過 Soya 從很小的時候加入我們 到現在成長很大 然後你做很多新的嘗試 然後看你踏出很多舒適圈 挑戰很多新的東西 但希望未來都可以跟我們一起走下去 希望接下來的五年十年十五年 都可以跟我一起 我是不是只要累自己講過話 我是不是只要累自己講過話 所以我使用原諒 讓你用 對 真的 真的 你到五週年快樂 老闆 我是楊騰小蛤 我們西門店的時候看到的天才 Soya 真的是 後來也知道 真的是天才 以後也一起加油 恭喜 大家好 我們是明明Jill 我是劍明 我是劍明 祝Soya 五週年快樂 對 這一次我們去小木屋的時候 跟Soya聊天 談心 跟Soya聽到我的歌 然後給我一些想法跟鼓勵 我其實蠻感動的 對我來說 她不是一個 一下就能跟你很好的女孩子 她是一個 你得循序漸進 跟她發生過一些 可能革命情感 或者是 有相... 我還沒辦法過關係 真心的一個人 很善良的一個女孩子 恭喜發財啦 恭喜發財啦 我愛你啊 我愛你啊 我愛你 恭喜Soya的頻道五週年 就是我一直看Soya的影片的時候 就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女生 然後沒想到我們竟然變成朋友了 我第一次看到Soya的時候 好像印象是唱歌 我覺得這個小朋友怎麼唱歌這麼厲害 沒錯你現在五歲了 恭喜你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Soya的頻道 五歲生日快樂 對 不是給Soya的 而是給你的頻道的 除了我跟雨婷 就要祝你生日快樂 還有甜度冰塊 因為三年前吧 是不是我在 甜度冰塊 邀請了Soya來這個頻道 好像是Soya的第一個feed 然後Soya的頻道 也找了甜度冰塊 我給大家來feed她的影片 萬聖節的影片 Oh my god 哈囉 Soya AKS非常最棒的女朋友 我跟Soya的頻道 手養計畫 已經五週年啦 這五週年裡面呢 你也拍了很多 五花八門的題材 可以說是 五彩繽紛的頻道 其實至始至終 我們都非常 挑戰嗎 對是為什麼 我跟觀眾們都最喜歡你的地方 因為你從來不 雖然說這個頻道 一直都是你自己一個人做的 但是它始終還是 麻雀碎小五丈巨頭 短短的五年之內 現在要做到像你這樣子 我真的是 五體頭地啊 好啦 我想不到其他成語了 那就再一次 恭喜你帶給我們歡笑的這五年 然後我希望呢 也可以繼續做下去 讓大家笑得 五角朝天 好嗎 好嗎 希望他的喜歡計畫 可以趕快破三十萬 你看 現在三十萬是不是已經破了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youtuber 跟一個 全能的藝人 你知道他會跳舞 又會唱歌 又會拍影片 又會搞笑 到底哪裡來了這種人啊 然後長得漂亮是不是 然後希望大家繼續關注這個頻道 給你五年代的頻道 妹妹 Oh my gosh 已經五年了 為什麼講英文 五年代的意思是 十五年代的意思 恭喜你姐姐 你要五周年快樂 希望你知道我是一直都為你感到非常的驕傲 I'm very proud of you姐姐 萬輝我今天才看到他 以前你只是隨便記錄個小Vlog 然後就坐下坐下現在就變了 你看他講話一直在 一直在 一直在 一直在搬美美 你看他講話 一直在搬美美 I love you Bye Bye 我想計畫五周年辛苦了 我居然見證了一個頻道五周年了 我一直覺得 你是一個很值得讓大家去學習跟參考的對象 首先你除了非常有創意之餘 有才藝之餘 你也很會利用你的創意放在你的走坪上面 從認識你到現在就是 這麼多年了 我一直覺得你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雖然可能我沒有告訴過你 但你帶朋友很真心 然後你每次講的話啊 或者是你的舉動啊 都會給身邊人帶來一些溫暖 我居然 我是靜萱 想祝你五周年快樂 你是一個很性格開朗 又很搞笑的一個人 今天也感到很開心 是因為你把這種開心 拍成影片傳染給更多的人 Hello 洗素仙 今天是你的YouTube頻道 阿發育日誕生 那時候他們講五年的時候 我就講 蛤?才五年咩? 因為我的記憶裡面啊 我們從小就一起去學 這樣去 video edit 然後幫我們的舞蹈團 做trailer 然後那時候我們還找到 什麼MIRANDA SINGS啦 到現在你已經是一個 Full Blown YouTuber 然後又出格啦 又拍電影啦 真是覺得 哇 時間真是 越肥越快這樣子 這裡希望就是你可以 開多一點直播 然後希望疫情結束後 可能可以去台灣 我一定又要崩潰了 然後你可以做我的導遊 還是要這樣嗎? OK 希望你的YouTube做越好 Bye Daby 今天五週年快樂 我們應該只有一年建議市面吧 可是 因為我很常都在看你的影片 所以基本上對我來講 我不會覺得 每次去台北找你的時候 會覺得很奇怪啊 因為我一直都會看到嘛 配置你可以 拍YouTube啦講久吧 因為 我現在要這樣子對著 CAMERA講話 我自己都覺得很尷尬 可是我覺得你現在 越來越熟練了 我就覺得真的很厲害 希望你一直都做下去啊 這個影片 然後希望我們都可以 再回沙巴 喝茶啊 聊天啊 過新年啊之類的啦 哈囉 哈囉 哇 艾山都來了 她真的是很多才都會拍照 那時候又很會Edit Video 會跳又唱歌 為什麼你要哭了 會瘋這個瘋那個 瘋這個瘋那個 她 knows everything 恭喜你 指援下一個 大家好 我是瘋瘋 我是瘋瘋 我還記得當初 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 是我初二的時候 你初一的時候 而且你是那個 傳說中 原本滑月也是蠻不錯的人 比較focus在舞蹈團的 這一個 傳奇人物 屁呀 傳奇人物 就是有聽說到一個 這樣子的八卦那時候 你從那個 我認識的那個 很會跳舞的徐蘇璇 到現在你已經變成一個 很多很多很多人 都很喜歡你 然後我可以帶給他們快樂 我當然也希望你會越做越好 但是我覺得你越爬越高的同時 希望你可以適時的休息 不要給自己太多的壓力 很多人在擔心你飛得高不高的時候 我希望擔心你飛得累不累的人 是我們 就是你的朋友 這樣子 哈嘍姐 小聲 我先恭喜你啊 你的所有頻道 已經滿五周年了 雖然疫情 使得我們 不能團聚 原本你是在這個 年尾要 要回來沙巴的 可是 沒有辦法 然後這裡的疫情 是很 很累了一下 但是我們都還OK 我們這裡都 還安全 還潮心 然後 你在台灣那邊 就因為透過你的一些頻道 你的一些影片 其實我們都知道 你在那邊 生活都還不錯 也是你想要的 所以說 大哥在這裡 希望你 接下來會做得越來越好 加油 努力 嗨姐 恭喜你的頻道五周年了 繼續加油 好嗎 猜定 就是這樣嗎 大家好 我是Dell 這是Catter 這是我媽媽 恭喜你頻道五周年了 希望疫情趕快好 過來找我們 我們想你了 拜拜 拜拜 我們今天出現的這個頻道 是這樣 是在祝賀你 在台灣五年了 希望你在台灣 快快日日的過日子 還有 我覺得你很多你的朋友 在跟你在一起 一起照顧 一起做 做節目啊 很好 阿爸看到你是很開心 也希望你 把你的才華展現出來 給你的粉絲 希望你 再進步 OK 拜拜 拜拜 嗨 蘇贤 好久不見咯 這次的疫情 你整兩年都沒有回家 我們都很掛念你啦 你的頻道已經有五周年了 天啊 阿妹在這裡 祝你 事業順利 成功 你要加油喔 愛你喔 走低 16 17 18 19 20 21 21粒魚豚耶 我已經很脆弱 不會再哭了 我在這裡勒 要謝謝那個所有的家人朋友 還有公司的夥伴們 給我的五週年祝福 我這個情緒起伏真的是 在開始拍影片的時候 我還那麼很難過很沒有自信 然後我現在感覺又充滿能量 只是我後來很難過是因為我真的 看到我家人我就不行了 因為我真的太想家了 好啦 謝謝你們看到這裡 我是第一次哭到這樣慘最近到前面 我不知道這個片要怎樣剪 那就這樣子囉 我會努力做更多的影片來送給大家 OK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不知道這個是一個多長的影片 但是我知道我哭了很久 我的眼睛要爆炸了 那麼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喜歡的話按照分享訂閱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的IG還有加入我的會員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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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拍有任何機會 會不會有事 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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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